這個是一個 特備節目 2月23日 星期六 是一個特備來的 其實這個不趕的 不過口癢很想說 最近那個 議會 有些比較令人覺得非常有趣的東西 其實大家也知道了 現在我們說的就沒有什麼view 但是 不說又好像很不舒服 我們最不喜歡邏輯不對的東西 不對稱的東西 所以 一定要說 想說什麼 我看到一張圖 很有趣的 為甚麼會這樣呢 慢慢說 為甚麼會那麼慘呢 這麼多腳印呢 事源當然跟這個大灣區規劃有關 有甚麼關係呢 大家都知道 台灣區綱領一出了 泛民議員 爭相出來 反對啦 被規劃 香港就被規劃 那本來沒有問題的 我們都同意這些論點 其實是同意的 亦都不同意他的規劃 我們都分析過啦 工業化 有些是叫你轉郵 那些不用說啦 那些是叫你轉郵 那問題是哪呢 問題就是 你們 有幾個 好型的 出來說反對規劃 反對被規劃 政治先行 有泛國威啦 有毛孟靜啦 老實說 因為這個大灣區 就是因為 你香港回歸了 現在是大陸總治理 他一定是跟他一個 最近的省市 大家這個叫優勢 互補 以大陸的說法 又或者 與這個市貴一點 叫做 經濟互補 經濟互補 或者叫做 公司的層面就是一個重組 架構重組 看看有些甚麼你們需要的 就可能 幫你配合啦 有些甚麼你們救的 就可能 撥一些其他地道啦 其實如果你說 是一個好的規劃 我反而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是一個好的規劃 例如機場 大家說好 香港機場可能接到一些貴一點的客人 你可能 便宜一點的就去深圳啦 又或者去珠海啦 澳門啦 那些機場雕空沒有人用的 是吧 這樣就不用說香港機場那麼爆炸 別的地方沒有生意做啦 如果 好像五岳劍派那樣 一條街有五間店舖 五間餐廳 有兩間店舖是爆炸的 坐到外面排隊 要等三個小時才有飯吃 有兩間店舖是沒有人吃的 那是不是可以優勢互補呢 引客人去另一間店舖 又或者 我做了你的客人 老實說 沒有人理你 當然是屌你啦 你吃了我的客人當然不行啦 如果我把客人帶過來 你分給我 那我又不一樣啊 反正我做不完門口的客人 如果有這個規劃 但是香港和大陸 其實是不是一個對立情況呢 首先我們做一個分析 如果香港和大陸是一個敵對狀態 你規劃我當然不可以啦 現在不是對立嘛 現在對立的是小部分人嘛 大部分人都覺得 香港和大陸不是一個對立狀態的嘛 也不是對立 不是敵對的 你講得太認真了 恥笑給他 你講完了 為什麼要弄一張圖這樣呢 因為楊岳橋說很多次 Mr.Over先生嘛 如果香港的法治受到破壞 就是Over my dead body 這張圖其實是要感謝許樓山的 我聽完他們看他的編輯部之後呢 覺得這張圖真的很棒 楊岳橋現在 全身都被你們踩滿腳印了 因為他的身體 一來已經死了 二來就不停地被人踩下去 踩他們那些 不是共產黨 不是中共 是你們泛民的好朋友 包括毛孟靜 范國威 梁耀忠 還有這張圖可以看到 泛民一起去參觀 訪問大灣區 有我們最喜歡的 莫乃光啦 這個叫甚麼 我忘記了 高能組別那個叫甚麼 李國倫 有郭榮鏗 有梁繼昌 我自己也有去的 他也是武功普祖國的 他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嘛 那你們是怎樣的 毛孟靜出來說 我現在 大灣區規劃 將一國兩制 連根拔起 那不就是沒有了法治了嗎 按這個說法 因為沒有了一國兩制 如果連根拔起 真的破壞了一國兩制 赤裸裸的施裸 梁耀忠出來說 特別行政區 這四個字不存在 不是四個字 其實是五個字 他也數錯了 特別行政區 五隻手也數了 那怎麼會是四個字呢 不要緊 我們原諒他 你們真的很神奇 你們一方面叫人反抗 一方面就告訴人 現在甚麼都沒有了 沒有了 破壞了 所以為甚麼要那麼多腳印在楊岳橋身上 因為大家在踐踏他的dead body 已經over了 我覺得你這件事 可能認真了一點 因為當時他說 如果香港 要破壞香港的法治 才是over my dead body 意思就是 除非我死了 或是除非你 堆壞我 我才會被你破壞 意思就是他會帶頭來守護這個法治嘛 他不讓你殺這個法治嘛 你要殺法治 殺我先嘛 是不是 但是按你們的黨友的說法 按你們的 凡民朋友的說法 已經殺了嘛 全部已經殺了 至於 楊岳橋變成一個骨灰 已經撞到寶福山了 所以楊岳橋 真是慘了那件那麼漂亮的 三件頭西裝就踩滿腳印 全部都是 不同尺寸的鞋印 因為他凡民有男有女有肥有矮 還有高跟鞋印 還有高跟鞋印 你給了那些立法會議員有些很重的 踩中了那些 黃定光是吧 有些比較輕一點的 葉劉有些比較輕一點的 白鬆的磅而已 還有麥美娟 還有胡志偉 還有毛孟靜也不是很重的 我想是白鬆的磅 你搶高跟鞋印 鞋子 你說一下胡志偉 我看新聞 質問林鄭月娥 問他為甚麼要出賣香港 為甚麼要引清兵入關 這個問題其實我發覺 他是不是昏迷了30年 他應該是昏迷了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不夠三十年 為甚麼這麼說呢 清兵入了22年了 1997年7月1號 按胡志偉的說法 中共和大陸 清兵 漢人的地方 明朝 如果林鄭月娥是 吳三桂引清兵入關 北方那邊 中聯辦就是 滿清酒狗 或是滿清人 那為甚麼貴黨在這個2010年 要走入中聯辦呢 2010年為甚麼要走入中聯辦呢 政改方那時候你要去跟滿清聊天呢 密針呢 那是清兵來的 那你是吳三桂的誰呢 還是你姓吳的呢 你姓吳的 吳三桂 吳三桂 定性為清兵的話 那麼 這個中聯辦 一定是清兵還是滿洲人 那你跟滿洲人有甚麼密針呢 你們的黨 還有 你跟他妥協那又有甚麼玩法呢 滿洲人入了關22年 大哥 你是不是真的昏迷了呀 我覺得 你們的質素 不要那麼低啦 你想清楚那個說法 一早已經說你們的文件 又不看 我們看了詳細過你們幾倍 你們在資銀公帑 在立法會議員 搞錯呀 這個真的是思惠素餐 沒有人說你們錯呀 其實沒有說過你們錯呀 你的質問是對的 我覺得是同意的 不過麻煩你們發言 給一點質素 看完文件先啦 麻煩你這個真的要問你們 到底是怎樣呢 你們是否支持大灣區的 你們的立法會議員 你們的泛民那些 你們去考察 又上橋 又V 又耶 又拍照 又打卡 那些算是甚麼呢 你們是香港立法會議員來的嘛 大灣區關於差事嗎 按你們的說法 關於差事 那你上去幹甚麼呢 這幫人真的很奇怪 他們就當作考察 他們很多地方都考察 可能是東莞考察一下 東莞十八色 然後又去 日本江武地記丁 又去考察一下 然後去荷蘭的花街 那些玻璃那些也去考察一下 那也是考察 其實有幾個區要需要的 鄭永信的區要 因為有多這些東西 有波蘭街呀 上海街呀 有香檳大廈 港島區那個也有需要 雖然那個 新聞黨那個選不了 陳交配 但是他的老闆還是港島區嘛 港島區的富士大廈嘛 考察一下也很正常呀 問題呢 建制派考察也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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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你反不反對也好 其實你反對也可以 但是呢 起碼你們做人要一致一點 我們所說是要一致一點 我們一向都是支持你的一致性而已 他們好奇怪的 有得去玩 我們玩一下 到了真的 回到頭又再反對 然後呢 你們好像 不斷在掌掛自己 你們是自己人掌掛自己呀 你們是否譴責那幾個呀 上去訪問那幾個呀 胡志偉有份的 郭榮鏗也有份的 你們什麼時候對付他們呀 另外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個一國兩制是 這次連根拔利 香港的逃犯也不用跟你談 只要拿走就可以了 如果連根拔起 你們的用詞 是不是有時候會過份太多呢 連根拔起了 你反對那些引渡條例 不需要引渡的 他們拿走 梁耀聰說特區也沒有了 特區也沒有了 特區也沒有了 那四個字也沒有了 那就不用跟你談了 因為 如果這樣說 香港就可以 好像特朗普那樣的緊急狀態 就是把泛民議員 全部都逮捕 而且不用審 其實他們 全部都是 Mr&Mrs over 說話全部都over了 不是呀 因為你們太誇張了 每次都是這樣 不是批評你 現在不批評你不行 你當那些人是甚麼呢 每次都不負責任 坦白說 泛民 這個議員 大部分 他們說話是十分之不負責任的 而且 他們 覺得沒有後果 說完話 不需要負任任何責任 說完就算了 每次都出來說話 那麼你難怪令到那些人覺得呢 一聽到泛民議員 這些就是 無知 垃圾 說話 你代表這些東西 是不是 你們在做內容農場 現在 說的話全部都是誤導市民的 沒有一句真的說話 那麼誰再信你呢 是不是不能信你呢 基本上 我們看到這些東西 經常忍不住的 經常都要出聲 你可以批評我們 說我們政治不正確也行 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們看到不妥的 我們一定是出聲的 始終都是這樣的 政治呢 這個世界呢 你說不正確呢 如果那些人說謊 有心造謠 那你是不是 不可以篤爆呢 或者不可以揭穿他呢 不可以指證他的錯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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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說他錯誤的 這樣就不是 你們這班人是甚麼來的 不要做民主派啦 你們不是民主派來的啦 民主精神就是 你連真言話也不准說 那就不是民主派來的 你們這班人爭取民主 原來不准說真話 說真話那個人就是鬼啦 就是投共啦 說出來 你們比共產黨還壞 當然共產黨也是跟你們一模一樣啦 應該說不過 是一模一樣啦 好像開明過你一點點 差不多啦 我不敢說很開明 那你們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原來你們是行家來的 那不用反對啦 反對甚麼呢 你們是行家 不過是你駕不到莊 不要說針對你啦 你們整天都超過了 上次又說那些坦克車又會駛進來 那個 香港的關係法會取消 獨立 關稅區又不保 那些東西 那些不要說一下就算了 那幾個月的了 取消了沒有 他說60日倒數嘛 你們 那些 那些網台也不跟你計算啦 你是立法會議員來的 那個不是啦 那個取消了那個 那個已經是梁家傑撕了柴了 你撕了柴也是前立法會議員來的 說完這些東西也不對現的 也不會發生的 說完這些東西也不會發生的 不要說是對現的 其實是對現錯的 不發生的 你明知道那樣東西也不會發生的 我敢說明天太陽從西邊出來 不然我就不做立法會議員 明天太陽接近東邊出來 那你就當作沒有發生過 現在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我就覺得 很多時候 我們是堅持一個說真話 如果遇到別人在那裏 強行宣揚一些假的東西 我們一定會踢爆他們的 不論你是甚麼人 你不可以打著民主的旗號 特區政府說謊話就要踢爆他 林鄭說謊話就要追殺他 陳茂波那裏就要追殺他 你們說都是追殺你們的 你不可以打著民主的旗號 招搖撞騙 還有在那裏散布一些假的東西 每天發佈假消息 每天發佈假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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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接下來 繼續鞭策 繼續做這個工作 現在他們是 覺得 有恃無恐 覺得有恃無恐 永遠不用說證據 沒有那麼勞氣 我看著這張圖也覺得很好笑 笑得很開心 大家其實都 看到過了 就跟他打個招呼 最雖然是很流生 這張是做得不錯的 大家 有留意的就繼續留意 很多人都不在乎 我相信這條片沒有人按 不過不要緊啦 你看到這張圖那麼過癮 你可以衝進來看看 我們是堅持要說真話啦 那些說謊的人我們一定會逐個逐個踢爆他們的 我們希望你們不要再踐踏平樂橋 即是你們泛民的議員 他現在做了地毯嘛 每天都要踐踏 每天都要踐踏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好 拜拜 拜拜